您看到中國的一個家庫 所以我們裡面的註冊裡的都是好的差不多的東西 那是我們這個地方 是主要一個現在的地方 在面上的簡報室 這是各位最早的一個簡報室 中央的簡報室 國家的重要的經典投入 也無從從開始的第二個中共 不經常都在這裡看 後來我兒子在談論 所以我在評審看到那個天堂在座 那個是冷的 我們依然中國傳統的書 在那個時候 假裝人家做一個同時的行動 就一下 中華的多數目的行動 還有一點 那時候考慮的時候 你只能約我兩次 他只能夠 後來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有第二次想要在座機 就是報告說 小鹿的男子是誰 那就是做上一個新註 高新的 要不去 對一根舊底來 他的一條線 всем便說 那如果摸揉 做完電子的時候 接來的時候 他只要幫你做什麼 是一個看守 你把它去那一條 空間 如果他們這裡能留 能做的話 能做什麼 那就看他們的力量 不要那麼多 我都還沒差 沒差 沒差 就這樣 其實應該就一下 好 那柯老師很謙虛 他說很多委員工都說老朋友 所以他不便說太多 那我想就用我們影片來說一下曹光堂的重要性 時間到下一位台大學生會 可以蔡廷虛 各位委員好 我代表台大學生會跟達西地學會 我相信我們昨天記者會的訴求就有講出來 那我希望各位文師委員大家都是有權利的人 在做決定的時候要照顧到我們後方戲劇系地下劇場 一個疏散大階梯的建造 因為這個疏散大階梯有兩個重要性 第一個我想四五百個人從地下劇場逃難是非常困難 那昨天提報方說你可以從電梯逃出來 我相信小學生都知道火災地震發生是不能坐電梯的 第二個 我相信這邊很多藝術科系的教授 不像陳教授來自一個有錢有識的科系 他知道戲劇系的不更痛 這種藝術科系沒有錢 他需要戶外大階梯蓋一個戶外大劇場 以及地下劇場逃生 為了這個他們已經是捉襟見證了 第二個這個藝術保存方案 我知道很多提報方擔心說會變成就是說 一片磚或一面牆 但是他是蓋一個展覽管 那展覽管也保存了重要的 比如說弓箭式欄杆或是錐形牆面 其實都保存在裡面 那我最後也想要上一次邱委員說 我們會有台大校長的時候 我想應該不要再講這種正式的事情 台大學中會從來就不是跟文字站在對立面 奧華建一月初我們也支持余大維護具的保存 如果我們真的跟學校跟建商好幾億的利益 我們都敢對抗 我希望我們其實是重視文字的 我們是覺得說這個展覽管 其實可以保存這樣的文字回憶 更重要的 如果先四五百個人從地下劇場逃難逃不出來 上面有幾千個學生餐廳要逃難 如果逃不出來這四五百個人人命消失了 我會不會相信這是各個會員想要樂見的事情 那如果一個意向保存方案是台大目前在麥頂 從六十億砍到高校生根十八億 剩到這麼少錢 又是戲劇系要自仇 我覺得我們學生會要幫助這麼弱勢的科技講出話 他不像電技系 可以每一棟企業間一棟一棟一棟總共五棟 他這麼可憐的狀態 我像很多藝術科系的老師可以體諒他們 可以幫他們就是在戶外大階梯跟一想保存的展覽管 其實是一個三五的局面 因為他們說要募盤要募盤 台大文學院到現在都募不起來 怎麼可能 講得這麼清楚 真的到時候去台大規模就走 謝謝 張研毅先生 張幾仁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台灣大學總部署林善傳 我是這個案子的承辦人 非常感謝上次張幾仁就是承諾 有全體委員參加上次參加學校會 非常感謝 可是每種部署的地方是 還是有兩位委員沒有參加 對 那個我想 因為這是第二次跟第三次會議的結論 跟第一次其實比較差 第二次跟第三次我們 就是委員們一面倒 對 就是支持他具有文化價值 可是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會堪的時候 也是一面倒的只是說要異象保存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在會堪的時候 其實委員們沒有辦法做一個 安靜的會堪 因為去年會堪之後是 委員們憑著專業跟自己的行政做確認 今年是因為開放所有提案在旁邊 一直 最有的 所以 所以我強 我認為說這個 是個北方部署的地方 還有就是說 因為如果今天這個案子 確定要做文字保存 但是我們這個案子在 從7月12號本來要圍圍裡 到現在都沒有圍圍圍裡的情況下 現在陸名堂裡面的一些設備 包括電線 那個樓梯的那個紫毛團條 都被把手了 但是我們當初 本來是要做的一個緊急組織 是要先用圍裡把它圍起來 可是文化局不討異 我想我如果說 這個案子如果確定要保留的話 我們可能還要跟原來的廠商做 合約的作為 但是 在未來的那個計畫沒有達成以前 我們可能還是要做現場的威力 還有我們今天那些被親戶的經驗 我想這部分還是要麻煩 發揮很多同意我們做這些緊急組織 然後如果說 我們跟廠商之間的契約 也是那些財產的掌握問題 我想我們可能會依照 文資保存法第二十條 第四項 就是建築業佔定股計的話 自權利的制裁產受損失 主管機關因可以有時候 那這部分呢 我們會來不排不跟 是在我們做協調來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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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位陳淑美 我是一個戲曲的研究者 但是我之前也是換保存症 剛好聽到同學講話其實有點遺憾 就是講到唐難空間消防 這些每次在文資審議的時候 都會有人提出來 那我想請問一下 是不是這樣子的情況下 所有的資格不用再保存呢 故宮也應該拆了呢 好我現在回到我的戲曲研究者 我知道對昆曲發展有重大意義的昆曲傳習所 的研修空間就在這裡 早期我知道的玄之老師 他們都在這裡教習練唱昆曲 研系了昆曲的一段一席香果 這是我非常清楚的 那在昆曲研究裡頭非常重要的昆曲研修所 就早年當年大陸曾經歷經文革 後被壓抑的很多昆曲演員 他們都來台教授這些台灣年輕的昆曲 戲曲演員對昆曲這個世界文化遺產的 傳習與復興 而且留下今日非常難得 再傳的很多劇目跟劇跡 都是在這個空間 我一向認為留住空間就是留住歷史 留住聚落就是留住歷史 我也是一個歷史學者 今天台灣被認為說 我們有最懂得昆曲的觀眾 而且有最會推廣昆曲的文化界的一次 我覺得跟陸名堂這個空間 在當時扮演的角色也非常有關 所以我站在文化傳承跟集體記憶的角度 我認為陸名堂具有文資保存的重大價值 謝謝 一位林怡君 我是耳岸的提報人 也是這個運動的發起人 然後是台大校的 其實我對台大的這個劇場 其實我是非常有感情的 而且甚至對戲劇戲也是非常有感情 我之所以會想要發起這個運動 是因為我之前也曾經在這個地方排過戲 然後甚至還經常每次都會回去看戲 那我對劇場也有一定的了解 那現在他們提到說 這個昨年的這個劇場會有逃生的問題 那就我所知呢 我去過的大部分的劇場 就是這種中小型的劇場 這個路 這個劇場 他們跟劇總部署上面說是400人 就是被弄納400人 那像比如說他旁邊有一個很有名的水源劇場 他位在10樓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水源劇場 他位在10樓 然後甚至他的座位空間是容量多少的人 是500人 那他位在10樓500人 那他當然他也是會有 當然一定會有一定的逃生梯 就跟這個路名堂旁邊的那個昨天 他們會來要建的劇場一樣 那事實上這個逃生條件 就是昨天的這個逃生條件 他事實上還是更好的 他不只一個街廳可以往外跑的 那還有包括電梯 那像如果這樣子的話 以文化局他們支援的這個水源劇場 是不是代表他是不合格的呢 那還有另外一個案例是新舞台 新舞台呢 他是在以前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表演的一個劇場 那他這個他也是位在大樓裡面 他有多少個座位呢 他有935席 那意思是說以前我們在新舞台看表演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有逃生困難嗎 那我覺得拿這個案例拿說 我們為了保存這個 然後影響到說 學生的逃生 我覺得這是欲章之罪 何況如此啊 那更何況這個大樓梯 他跟這個卓越聯合大樓的使照 是完全無關的 因為這個卓越聯合大樓的使照 他是單純是以第三來申請的 那這個二級的大樓梯 他甚至根本就還沒有招標啊 所以他事實上他們現在這棟大樓 他就可以使用了 之前他們如果說他們去申請 就是之前在專案橋組 是照來專案橋組會議紀錄裡面 就已經有揭示說這個陸平堂的保存 跟卓越聯合大樓的啟用完全無關 所以我們希望說各位 大家可以秉持事實來說話 讓事實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以好好把這個洞由下來 那我們也可以啟用卓越聯合大樓 好 去寫了一位玉良慧 好 請那個議事委員繼續放剛剛有放完的影片 那我會把剛剛那個 有辦法他們製作的影片繼續放完 那請各位委員參考一下 他們議事製作的 國外跟立場的保存價值的一些介紹的問題 如果他們就做了 對燈就一直來做 我們應該去的 根本就沒有看過 如果他們沒有為什麼 明顯和您坐的話 那這裡吧 那 then 就看看 他們的意思 頰賊 那個 Domain 所以今天在這裡吃的 或者說你哭了回來 對 單色 好死啊 主持體 菜 我們也要拿錢 教典還要人家採用的錯 只是正確一樣 如果像我們招勁站好以後 但是我會拿回來給我講 隔離早上聽人家做不太漂亮 我發覺目前啊 甚至難過 像我現在有死或者死 對 這邊問問就是 剛剛我們副先生他有講 就是他跟他父親 就是當初在台北游下的許多 這樣的一個對話記憶 所以其一度很討厭的是 他跟他父親在台北游下少數可以 辭職見證他們做一些跟 一些農民現代主義的 一個種國風的建築的不同的 進行證 所以真的很希望各位委員可以好好參考 各種部分 關於我們在建築的硬體部分 發出到了新的實證 當然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去 提出這個新的發展 這些五行的重大 在過去的文件審議中 一年會提到的這個五行的 關係台灣國家他講的 一個重大世界平均價值 希望各位委員可以中和一些 有名的任務性的新的實證 然後譬如說 我們能不能讓這半 只成功的方案 然後 最後就是關於那個 因為我也是台大的學生 但是我要請教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說 在過去的文件審議 就前一次的文件審議的時候 其實當時一定有經過一個廣泛的 包含是這些僑界 跟我們台大校內 很多學生起庚 很多事實上都不聽到說 綠筆堂建要被拆掉了 但要是當初這個文件審議 他的程序可以更加的開放 更加的管費 是不是希望我們更不用到現在 多花很多時間 再處理一些關於主委員等等的 一些後續無法使用的問題 那同時我們也看到說 其實過去的 市府組成這個專案小組裡面 包含都發局 建管局都提到說 其實主委員的 遲到的申請本身 跟錄影堂不是已經切得來的 只可是今天 中文營局反而沒有到 輕致到產 那我們也希望說 後續 都發局他們可以在一個 建管的主管單位的 這個立場上 嗯 要求台大給益 盡快的主委員 使用時照的申請 那今天是培館的請問 謝謝各位委員 下一位蕭文傑先生 好 那個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這個案子 這參與有提到的 那我認為是這個案子 其實是應該要 升得到股基隆 這樣子來看 那為什麼是這樣 是因為我們後來 所發現的一些 包括國家他們是 所謂的文化部的列車這樣子 世代包括保安公 這類的建筑 他們都參與 包括像總 總督府的一個建筑 那這裡面 包括所謂的 中東建立場 中山樓 甚至這些都已經是 國地武器了 那如果我們這樣很輕易去 忽略他 事物是不太好 另外一件事情 我必須要強調一件事 這是發現新市政府 所提出來的 我們發現一個人沒有沙爾 我們去判他死刑 難道我們不應該替他批反嗎 今天如果我們還要維持 所謂的第一次決議 我必須要嚴正的提提文化局 因為文化局在之前 並沒有做嚴謹的歷史調查 沒有做任何的一個發報案 那如果是這樣做一個 誤判實上不妥 那我也要呼籲台大學生 一件事情 過去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那些大學生 會主張起來拆桶面 做了一些東西 他們十年後怎麼樣 後悔 但是我們今天要告訴你們 我們不要去做後悔的事情 那我應該回到歷史的角度來講 這邊我們會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剛才已經我們講到 婚曲也起源在這邊 各種藝術的在這邊 台大還沒有藝術史 藝術史科系的時候 就已經有杜明堂 台大沒有虛擬系的時候 就已經有杜明堂 可是我們看到了 那些表演就在這邊產生 如果我們這麼講 是我是敗樹頭 台大如果要把杜明堂拆掉 他就會把台大藝術史系 跟戲劇系給廢掉 謝謝 接下來是管理單位 台大 國民議員 請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台大藝術史 我們祝福的 我們想去理議 那待會兒的報告 會由我跟我們校園規劃委員會的 召集人林教授 一起說明 看我先請林教授 各位委員 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會站在這裡 主要都是因為 台大蓋流動昨年的大樓 那這個昨年大樓 花了國家預算 定義 來蓋這棟大樓 那絕對不論是兒戲說要蓋就蓋 是經過很多的校內的程序 甚至到這些不思計畫的實力 然後通過像台大蓋這棟 但是在蓋的時候 有一個承諾是 這棟必須是營集的建築 在環境影響的時候 規定台大這棟 它的率不率要達到一定的程度 那時候台大的承諾是 把這棟拆掉 然後讓新繼續的同學 有一個新的劇場可以來使用 然後改善那個地方的環境 那也正因為如此 我們回顧到歷史 就是在民國這個86年 回歸台大之後 這棟後來之後改成 要錄明堂 從曹光堂改成錄明堂 這段時間 無形中跟過去的歷史 好像切割開來 我自己也覺得非常可惜 所以如果說我們現在 面對這樣的一個難題 我們是猜不猜要不要指定建築 變成歷史建築這樣的一個程序 我覺得我們是 我常跟提報的 剛剛提報的耐勢亞老師說 因為他也是我們校園分號唯一的 他也參與過所有的討論 然後他今天又有一個新的想法 包括我們陳教授有不一樣的想法 我們這個都是非常 因為在台大的校園裡面 這個沒有什麼不好的 是說大家在面對這塊土地的時候 思考什麼樣子最佳的解決方案 那我一直跟大家說 我們一定要常常善意 就是說 把文化土地這個保存 能夠把它確保 然後我們同時也能夠讓台大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校園規劃 同時我們也希望我們所有的使用者 包括我們所有的師生 甚至以台北市政府都發局來講 他定義台大校園都是一個都會公園 我們週末的時候這個地方 有非常多的民眾在這個地方 過他的週末生活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提供市民一個非常完整 非常安全的一個校園 那從校園規劃的角度來看 這個地方原來的構想是 其實如果他拆了以後 台大很難得 因為在過去 現在90年來的發展 有很多的建築物去蓋綠地不見 所以現在如果說能夠把這個拆除 跟相關的其他的管設 做一定的整理的時候 這塊綠地的完整性 會是現在的陸名廣場的四倍長 所以我們其實是希望台大 能夠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校園空間 那這樣的空間 是提供給師生很好的一個 優良的學術環境之外 提供給四名一個很好的空間 所以方法我們再跟大家講 這個這樣的一個保存 我們的建築是怎樣 還有一點時間跟各位說明 如何做意向的保存 其實我們很尊重過去的建築師的這些 所有的思維 我們也會有可能再做更好的保存 那或者是做這個部分的保存 那我每次在這邊我就看到 在做的委員 想到28年前從英國回來的時候 念書回來 第一件碰到的一個文化實機保存的案子 就是十三行文化遺址 那時候十三行文化遺址 我覺得那就是多麼重要的遺址 是為了要做這個污水處理廠 他把它做了一個替代的強度考古 那之後也變成一個博物館在旁邊保存 我覺得那個可能是一個 28年來一直引導我的思維 就是我們是不是在圖畫實機保存 跟所有的規劃發展 很多幾個平衡然後保存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社會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先放到這裡 謝謝 其實這個實機保可以往下放 其實我們從我們學校自己的校園的規劃 還有我們自己的景觀 即使文化的這個脈絡跟軸線 這是連接我們台大高的農林學校 跟台北地大神是一個重要的軸線 然後這個位置就是它的一個重要的機能點 那麼這些都是會連接到台大整個博物館的圖 那麼成為是一個一個亮點 那麼它到後面補充的部分 我想時間部分我就做後面的補充 那麼這個我們打開它廣場化以後 其實沒關係你拉到我們後面的這個部分 抱歉 這一頁其實我們 我們校內經過了從100年到105年 有一個完整的5年的時間來討論這個地方的改造 然後拉到後面補充的部分 OK 那我們去發的檔案其實從民國55年 喬委會因為要爭取美元最後的經費 那時候的會計年度是6月底 所以它還想太大來建議 對不起 時間到了 再給我一分鐘 對不起 那它承受不超過15年 那麼到86年回來以後 我們改成六米堂再過了20年的時間 那台大已經給喬委會最大的協助 那如果要談到保存的話 必須要考慮結構到底 當年的良柱其實有50%以上 它的結構率是不強下一個 那剛剛講的逃生問題 這是昨年的二樓 二樓是一個平台下來 然後劇場從下面 只有一個狹小的樓梯上來 那麼將來如果都保存下來以後 將來說的人要擠在這邊 其實這是我們擔心的樓梯下一個 那這個經費九千多財 這是我們目前在做的 就儘管因為指定立建以後 其實它耽誤的時間跟經費 其實是我們擔心的問題 那這樣的保存 是不是符合大家 對於文字建築的期待開業 那我們其實最後要強調說 我們認為這個地方 廣場對於過去曾經在台大校園 發生存在的這些建築物 它的文化價值 歷史價值 我們從來沒有否定過 我們也承認這樣 但是我們覺得要觀察 一分鐘也過了 好不好 是 好 大家後面大概看得懂 好不好 主席 因為我剛被前面那個報告人提起 所以我希望做一些誠心的事情 給我一份論 就是我是當報告人來自雅 我確實曾經跟學校總務司跟校官會討論過 這個事情大概可以做 有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但是我並沒有動視 所以他提起我並不表示 我贊成現在建築師他們提出來的做法 第二個重要的是 去年的審議跟今年的市政的查詢 我覺得中間有些程序其實是沒有讓新的市政跑出來 我們也不知道 那因此我覺得重點在於新的市政 而不是那個 其實我在之前對於這個案子的會議 我從來沒有參加過 因為那時候我也不是校官的會議 我還沒有經濟太大 那其實既然發現之後 我認為這件事情是依然昨天在搞的 那當然判準的結果 當然我們會尊重這個文資的一個委員會的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